每日秀新主持人 返游及性别歧视推文 热争议 即将成为Comedy Central频道 The Daily Show 新主持人的南非邪心Trevor Noah 最近的推特发言热来反弹 在公布他将成为新主持人的触小时后 就有忠实疯狂粉丝 在网路上挖他的料 结果发现了他去年5月 针对Beat by Dre影响公司所发的推特 Noah很快就对批评做出反击 毫无歉意 Noah的妈妈是半犹太半非裔 而爸爸则是瑞士裔 当时南非法律仍禁止不同种族间的通婚 他似乎认为 对自己的血缘开玩笑无伤大雅 但社群媒体对有些玩笑反应 就真的不太好 这些有问题的笑话 包括了针对社交名媛Kim Kardashian的发言 把女子驱棍球 比做女同志A片 还有开胖子的玩笑 Comedy Central频道 则为Noah辩护 称他的幽默感 是蛮以人侧目的 Noah则在推特上表示 将我的观点 简化成几个不太成功的笑话 实在不能反映我的人格 或是我身为邪心 一路走来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 他在The Daily Show上用的题材 会比他的推特剖文要好 并且有个换衍 incronvernews原创贴图开买咯 快到Wisequark下载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